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大陸經常說打貪,昨天見到一個新聞就是一個貪官說他貪得太厲害了,現今用5台的點鈔機數了5個小時才數了,而他煙酒也是要調動貨車來載的,到底是說什麼呢? 一齊看看,根據大陸新聞神報所報導,傅國平曾在2012年9月調任雙談院委書記,後來做代院長2016年做了雙談院書記,還有做雙談天意示範區的黨工委書記, 在2021年7月卸任後擔任雙談市政府副秘書長也在2021年1月2日當選雙談市人大常委副主任,同年7月19日官宣浪馬。 但是,猜不到傅國平任則期間竟然是不法收受禮品同禮金,也在鄉下老家建了一棟樓,用來存放裝款裝物。 而辦案人員就去到搜查,發現這間屋的頂樓角樓有一棟墻是有明顯修補的痕跡, 而敲開一看,原來裏面是堆了現金的,銀行工作人員用了5台點鈔機清點了5個小時才算到裝款的實際數目。 另外,各種高檔煙酒也是堆積如山,只是茅台酒都有230多箱足足裝了一輛貨車,而傅國平在今年1月就被開除了黨籍和公籍的了, 因爲它違規接受112名的公職人員和私營企業主所送的紅包,一共有1175.5萬人民幣,還有港幣10,000元。 其中,黨的十九大之後收到紅包禮金一共是613.3萬人民幣,港幣10,000元。 對於這件事,它就説自己傳導了一種不良好的風氣,對當地有不好影響,它就懺悔了, 就説自己沒有敬畏組織、敬畏法紀,亦都沒有敬畏權力,不值得。 這類貪案其實都很常見的,你說現金清點5小時才計算到數量, 這件事我自己就不太驚奇的,因爲你人民幣現金, 最大的面額都是得100元,那你要數,都有排數, 那點鈔機,你要去點,亦都是要覆核的,所以不是那麽快,不是那麽容易, 除非你說1000元,我比較好奇,就是它竟然有230多箱的茅台, 用了一架貨車去裝,它怎能夠去放到那麽多的茅台在家裏呢? només喝了一架的,不過都可能累計有人送禮, 一直送送送送送送,就送到230箱都不出奇的。 那最近其實大陸都是有好多這類的打貪案件, 那未來如果用了這個數字人民幣的話, 那類這樣的貪官他們收了的現金,看怕是好難才能用得到,爲什麽呢? 你只能夠一張一張100元那麽用。 你很難是大額一磚磚的拿去銀行入或者換給人 用來變成電子貨幣這個沒什麼可能 而且你這麼大塊的現金你要帶出境 也是很難做得到的事來的 變相你這些不乾淨的錢你根本是沒辦法去洗乾淨它 你又不敢拿出來用又不敢換 然後整個國家都開始變成電子支付電子貨幣各方面的東西 甚至做了數字人民幣 其實如果是對於打貪來說 這個數字人民幣真是非常之有必要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 下集再見拜拜